天主教澳門聖經協會6月9日下午於主教公署舉行聖經講座 主題為《聖賢之僕,增福雷永明神父》 並邀請到香港教區夏志成副理主教 介紹增福雷永明神父的生平 以及翻譯中文聖經和倉立董事高聖經協會等時職 夏主教指 增福雷永明神父以畢生時間翻譯中文聖經 為聖賢為中國教會服務 以實踐耶穌基督要我們彼此相愛的教導 即祂的靈修不外乎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耶穌叫我們彼此相愛 好像祂愛了我們一樣 但是祂獨特的地方就是 在祂的能力裡 祂的人生裡 祂遇到什麼 覺得在這些時刻裡 祂能夠最徹底活出天主的愛呢? 祂選了為中國的教友翻譯聖經 這就是祂實踐這份愛的行動 實際的呈現出來 最後夏主教鼓勵教友 要為自己的夢想奮鬥 努力成勝 在平日生活中為天主作見證 天主不只是叫雷神去做真福 天主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是真福是聖人 正如教宗方濟哥說 其實神聖不是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又或者 而且 德蘭修女都說 聖聖不是少數人的專利 是所有人的責任 義務 每個人都要聖聖 當然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要 像雷神本人翻譯整本聖經 我們不行 但是我們都要把聖言翻譯在我們的生活中 多人見到我們的時候 見到 哇 這就是基督圖 這就是基督圖 這就是基督圖